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恶说这个在高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如何能够取得好成绩呢 那万恶的答案就是不要迷恋于skill move 除非你是一个skill move成仙级别的大神啊 否则的话像万恶现在这样的多做这个传切和配合啊 找出他们这个阵容这个防守当中的漏洞才是更稳妥的方法 那么像万大家看到的一样啊 万恶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先拔头筹啊 那么在58分钟的时候也是瓦尔布埃娜 不过这个球的大部分功劳是要记得东比亚头上啊 东比亚在传球之前做的这个横拉包肉啊 也是非常值得注意啊 这一拉也是给他的传球拉扯出了很多的空间啊 让他传出了这级高质量的传球 那么在第67分钟的时候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我的这个防守也是非常的愚蠢 这一击反而是把我的另外一名防守队员给挤掉了 这样的话啊也是让他们扳回了这么一个球 那么这个球大家看到这个first touch实在是太性感了啊 这个东比亚这个凡物理一般的这个first touch也是直接让他获得了单刀的机会 但是他居然是浪了啊 没有选择这个直接射门而是传球 但这个传球的这个方向有没有控制好以至于传到了瓦尔布埃娜的这个脚下 不过他倒是虽然面对这样一颗突如其来的来球 但是他是没有任何的紧张啊 还是最终将这个球啊这个打入了网窝啊 非常的这个精彩 但是在商庭博士阶段呢 他也是再次攻进了这么一个球 也是让这个最后的十几秒钟变得非常的煎熬 不过还好是啊 最终我们顶多的压力顺利的拿到了Division3的title 还也是非常的非常的侥幸 非常的这个让我是有一些这个不敢相信 不过确实我们还是做到了 然后为了迎接更加惨烈的Division2呢 我也是给我的一家阵容做了一些增议啊 就像大家看到一样 首先我是购入了一张黑卡的刮林啊 刮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球员 对他进行补足也是非常这个make sense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其次呢我是补充了这个罗马的这个东比啊 在我的阵中 不过我是不会让他这个打先发的 还是作为一个替补这样的存在 那么在第37分钟的时候在这第二场比赛里 这个布阿德拉多就是公布了我的球门呢 这场这个地方的这个视频不知道为什么是有一些损毁啊 只能大家看像Disco一样的看 不过大概也是通过他这几遍慢放也是看清楚的一个来龙去脉啊 总之就是我的这个这个防守是应该再aggressive一点了 但是呃就是怕他一个只不过会给我出些幺蛾子做 毕竟是个五星的skillmove的球员嘛 但连家其实是个直肠子啊 直接一条龙突进来什么skillmove也没做啊 就给我来了一击当头一棒啊 我也是由此0比1落后了 那么一只呢我也是在寻找着机会 像看到大家看到这个win也是已经是突入到了前场 不过这叫射门之前他已经越位了 那么在第86分钟的时候 贝斯勒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卡出身位之后 居然是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居然是把球回传给了这个华特拉多 那么他也是没有浪费这次机会啊 突入禁区分球给了内马尔这样 内马尔一锤定音也是将这场比赛划上了这样一个句号 对于他是一个完美的句号 对于咱们就不是了 那么那么Division2的第一场比赛呢 我们也是这样尴尬的输掉了 并不是一个开门红的结果 那么我们看看我们Division2的第二个对手啊 也是将 范大将军挪到了前腰的这个位置上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适合他 那么综合 呃厄切尔啊 范大将军和科斯塔以及这个呃 施尔瓦呢 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前场的综合速度呢 定不是那么快 不过呢 具体他们这套阵容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到比赛中去看一看 那么刚一上来呢 其实我们就是遭遇了一个黑色开局啊 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那么科斯塔在这个边路传中之后呢 居然我们的勃切尼是将就自白了乌龙啊 不过说实话 他们这样的这种穿球方式啊 造成乌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 我们也是在一开始就落后了 不过在五分钟的时候 我们也是怀疑了颜色 但这个球我不知道他的这个防守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总之我尔布埃娜这一条龙的带到禁区里面 一直他也是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的干扰啊 我们就这样优雅的转身啊 一脚大力攻门是攻破了他的球门 那么来到第八分钟 那么法布雷加斯和科斯塔的这两脚射门也是非常的见威胁啊 那我们继续看比赛 第十分钟的时候呢 也是丹尼在边路造成了这么一次机会 传中之后我们接下了瑞宝 然后东比亚再次把球控制住 再次传中 特尼尔也是伸出一脚将球统计 那么前十分钟的这三个进球 也是为这场比赛打架的那么一个主基调啊 也就是不要防守啊 通通开始进攻 也是一场白热化的拉锯战啊 这个穆萨这个投球其实是顶次了 不过呢 倒也是这个外打正招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紧接着这个球开出来 我们来托死一次 这是像醋鞠一样的射门方式啊 这一脚飞内少女士 非常的有威胁 这场比赛非常之精彩啊 也是双方机会连连 我甚至都没有不需要怎么掐比赛 法布里加斯的这个直赛球 实在是实在是太骚了啊 这就是这种顶级球员 跟我们这种屌丝球员的差距啊 也是让我深深的意识到的这一点 那么还是没有掐掉任何片段 让我们来继续看比赛 沃尔布埃娜也是反过腿了 就给了他们一点颜色啊 这脚射门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 可惜是太准了 准到门柱上去了 那么也是最终 还是下个球进球的 还是他们啊 虽然啊 投球的飞过来的 居然是我们的小媳妇啊 小媳妇在面对我们身体 更加雷洛的Vitino的时候 是甚至展现出了他空霸的一面啊 这个球顶的也是毫无话说啊 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第35分钟的这个球 虽然不是什么险情啊 不过我还是想放出来吐槽一下 这样的一个 这是解围吗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门将 还是像解围一样的心灵神会的 将这个球接住了啊 这也是反映出来这个球还是有 这个球系还是有很多不太现实的一面啊 那么这个木萨刚才的这个bottle drag back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 那么一种这个skew move的形式啊 我打算过一阵子可能再出一些视频 来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动作 那么下半场一开始 我们这个就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居然是被这个科斯塔啊断掉 然后这么一条龙突入就把我们又给反超了啊 我非常没有想到首先 中场下半场一开的球 就被这个断球是我没想到的 更没想到的是 虽然断球的我还是以为我可以将这个球在后场断下啊 但是 科斯塔的这个身体实在是太强悍啊 这没有给我们的这个机会 那么我们这边有个很强悍的拳手 那就是 Amenic 不过Amenic的这个处理方式能备行急躁的一些 他明显已经甩开了防守 就可以再将身为这个调整的好一点啊 不过没有关系 这场比赛 这样的一场比赛呢 这个我们失掉一次机会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弥补的 就像现在这一次 其实是他们后方的这个 应该是恐怕你这个 铲球实在是太冒失了 直接是让我们 他们少了一名防守队员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沐萨在这个代球当中 寻得那么一个机会 也是将就分给了Amenic 早上的这个进球呢 过了几分钟之后 Amenic也是偷逃暴敌啊 将就回传给了沐萨啊 沐萨也是一蹴而就 那么在83分钟的时候 我们终于是再一次将这个比分反超了 但是呢 在这样一场比赛中呢 其实83分钟的进球 并不能说是这个多么的有一锤定音的效果 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 泛达将近的一角射门虽然被挡出 但是他们抢下来这个篮板之后 由这个科斯塔再一次的将就打进再一次的 我们回到了平区 但是这仍然不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进球 而这最后一个进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诡异啊 那么沐萨在这场比赛应该是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吧 那么这个球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中间是没有任何人碰到这颗球啊 那最后的射门倒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地点啊 主要是他之前的这个一下啊 其实大家看好了 他其实是把这个球是传给了两秒钟之后的自己 就像之前的贝尔一样 不过这个球是属于对方的这个防守的AI出了一些问题啊 可以说我们也是非常侥幸的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5比4啊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场比赛 最后的90分钟进球也是诡异的费笔寻成啊 到现在我都有点缓不过闷了啊 这踢了那么久的飞飞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这种形式的进球 那么好的 那么经历了这样一场很长淋漓的比赛之后呢 这一期视频也是基本要跟大家高一段落的 让我们相约第21期的吊丝阵容闯第1吧 我是万恶 大家多保重 拜拜